说的是三两天就回来 说的是三两天就回来 这不路上出了车祸 家里人把他送进了苏州的一家医院 也不知道这两天他病情怎么样了 不知是哪家医院 哪家医院 你看我的脑子 这两天忙糊涂 前天家里人打电话说是在 在苏州的一家 不 博什么医院好像是 真是的 这大过年的 怎么能出现这种事情呢 不行 兄弟我得亲自去医院探望一下 不用 老五啊 不会有什么大事的 大过年的 你得心意我领了 就不要费心了 这哪成啊 不瞒您说呀 我和唐财萌的关系非同一般的 我们是十分要好的朋友 再说平时还多靠着唐参谋 关照着兄弟呢 就是去也不在这一会儿 蔡参谋远道而来 总得让兄弟记忆地主之仪吧 先吃饭 吃完饭再说 我看吃饭就免了吧 总太长您这么忙 再说兄弟我也是公务在身 改日吧 不在这一会儿啊 饭必须得吃 来 广仁 来来来来 总太长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们要塞守卫总队的总队长 吴广仁总队长 那个蔡参谋 你的台谱是 兄弟是国防部第三厅 一处二科的蔡守夜 蔡参谋 久仰久仰 幸会 幸会 我正要打电话 让你来陪客人哪 不用打 我今天算定总台长要请客 所以我就匆匆地赶来了 你看 这叫缠人鼻子间 蔡参谋 今天我这课是不请都不行了 吴总队长都来了 你说 好 这样啊 我做东说好了 宴请蔡参谋 吴总队长 待会儿你叫上炮团的王团长 好 把我的客人给我陪好了 陪不好我告诉你啊 我找你算账 总台长的客人 那就是我的客人哪 你放心 我会舍命陪君子的 好 咱们说好了 去坚衣县城 好 不对不归 走好 蔡参谋走走走 蔡参谋走 走走 怎么也得吃顿饭 我们吃顿饭的时候 真是好酒量了 来来来 我去叫车 蔡参谋 小心 小心车吧 客官 慢车 我们这唐总在这儿 盛行团的 二位请回吧 兄弟我呀 八个车就回南京了 送走 送喝一口 送走啊 送走 好 慢点 来 车来了 来 唐参谋是在苏州的博 博 博爱医院 博爱医院 蔡参谋 好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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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们是让人给盯上了 最近要小心了 是啊 是得小心 你想啊 老五在国防部 只不过是个少校参谋 值得他们专门派人来找 我看啊 他还是早点回来比较好 但是不知道老五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你们幽冬炮团 刚从台湾调过来那个营 有没有可能争取过来 我今天就是来和你汇报这个情况的 可是没想到碰上国防部来人 医营争取过来的希望非常之大 安民营长姚明光 跟我关系处得很好 这两天我就准备找个时间 探探他的口风 对了 德若 你也是国防部的老人了 这个菜首页你有印象吗 处长 坐坐坐 这儿等你呢 怎么样啊 我到了黄山泡屏总台 一说是国防部第三厅的 马上就把唐炳林这小子给震住了 那对我相当客气 频频地给我敬酒 我 行了 行了 问你 有没有打听到唐炳玉的消息 唐炳林说她在苏州的 什么医院 她去医院干什么 说是车祸 唐炳玉在苏州出车祸了 刚才说了叫什么 不爱医院 这酒旁边灵情你喝的 是 还有 守备队吴广仁总队长 和有动炮团的王德如团长作陪 你干得不错 回保安团休息吧 带问你们团长好 是 主总 那现在该怎么办 这样 你带着冷参谋 马上出发去苏州 把唐炳玉的行踪 给我调查清楚 明白 主总 还有一件事情 我想向您汇报一下 说 田天华还在监狱里 这两天对他的审讯 一点进展都没有 我担心 夜长梦多 会出什么事情 会出什么事啊 这两天江音的游击队 活动这么频繁 但是 如果田天华真如处长所判断的 是地下党的头目 那游击队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提醒得好 我这几天把它给忽略了 这样 田天华的事情交给我处理 你现在就出发去苏州吧 是 是 江北那边有消息了 还没有 再不回来真的要出事了 先是正宫处的冷媒来找我 说家中明要对老五采取措施 紧接着就是一个菜菜 还好我们总算应付过去了 不会是特我们的圈套吧 不管是不是圈套 我们现在要想出办法来应对他们 对了 监狱那边有消息了 什么消息 胡开舟长带话来 说是田天华今天晚上就有可能出来 对了 具体的计划应对的措施 这个没说 只是说让我今天晚上带着人 在监狱后面的弄堂口等 这样做太冒险了 万一事情暴露 田天华夫妇的行为就没了 到了这个时候也没有别的办法 这样 你和广仁带的家伙 到监狱后面的弄堂里行等 只要田天话出来 马上把他给管理到乡下 一定要注意 不倒万不得已 千万不能开架 我明白 三一一二四 秦天华提诊 快点 快点 进来 咱们等他 别乱弄 咱们等他 别乱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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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大半夜还没醒不醒啊 夜长梦多 睡不着啊 您那匆匆忙忙过来 有何贵感啊 提审 提 提审什么人 你是真糊涂啊 还是假糊涂啊 还能有什么人 田天华 天天要好啊 怎么了 不方便 没有 没有 只是 只是什么 没 没什么 没什么 我马上给您提人家 拜拜 不是说好九点了吗 都过去十分钟了 他怎么还没来 你会出什么事了吧 别着急 再等等 不行 对阿老师说的 再过十分钟不来 咱们就撤 那 那天华怎么办 没什么怎么办呢 这是命令 别老 别别别别 我我我我我 腰菜的家中别来了 现在院子周围全是真机队 你现在出去马上会被打死 你出卖我 我怎么会出卖你呢 我哪知道他会来这么巧 他是来提神你 还有别的办法吗 你听我说 把枪和钥匙相交给我 你只要扛过这一个晚上 明天 我一定另想办法 放你头 你撒谎 我撒谎 我撒谎我 天大无力哄我 你现在枪一想 不说怎么了 咱们个全完蛋 你不为你自己想 你也应该为你老婆孩子想想 好不好 把枪和钥匙相交给我 老任 帮我走吧 不能再等了 怎么办 走吧 好 走 姓什么 姓田 田田华 三十一岁 祖籍上岗 流落他乡 做点不辟生意 因为想偷偷过江违反了禁令 你背得很熟练的嘛 背得多久了 说了三十多年的名字还用背吗 老总 偷偷过江是违反了禁令 我认罚还不行吗 无懈可忌 你再给我来一段 你的上线是谁啊 你说的是谁啊 你不知道 是谁啊 那好 我给你提个请 你三十一岁 家里有几个公子啊 你说这什么意思 咱们别逗圈子了 你太太怀的是头胎吧 老总 你可不能乱来呀 人总是有弱点的 看来我又找对了 看来我又找对了 以前 也有几个怀孕的女人落在我的手上 后来怎么样了 你不想知道吧 那好 咱们重新来 姓什么呀 姓田 田田华 三十一岁 祖籍上岗 流落他乡 做点不批生意 后来因为偷偷过江 违反了禁令 你挺倔的嘛 凭我的直觉 你要不是共产党 我把脑袋输给你 你好好想想 咱们先礼后宾 我今天先不审你太太 但是我保证不了 明天不审她 来 下场 请请请 请 我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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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田田华 这两天表现得怎么样 还行 挺老实的 是吗 那就是你不老实了 我怎么不老实 你的底细我是很清楚的 你收了不少的钱 也放了不少的人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是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 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些事跟我都没关系 但是你不要把这种事情 用在我的头上 我让你看的人 必须要万无一失 明白吗 否则我跟你说话 就不会这么客气了 你要明白 我们保密局 对付像你这样的人 还是有办法的 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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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得太多了 行动起来会很不方便 你们这做什么的 所长 你们到底是哪儿的 江阴要塞 政绩队 江阴政绩队怎么跑到苏州搜查来 这可是教会医院 教会医院 很特殊吗 站住 你们太不像话了 我的病人需要安静 你们怎么在这儿胡闹 这不是胡闹 是执行公务 我不管是公务还是事务 带着你们那儿马上走 是这样院长先生 我们请查一下 是不是有一个叫唐炳玉的先生 因为车祸住进了桂院治疗 没有 我的病人当中 没有叫唐炳玉的人 不会啊 麻烦您帮我们查一下这位 这位先生 确实没有 我就是外科的 我的病人我都有数 是这样 非常抱歉 非常抱歉 我为今天晚上 影响了院长先生的休息 而深表情 道歉就算了 我不希望这样的事再次发生 不会的 不会的 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怀疑不是真的 那要承担后果 好 请 好 请 你说 怎么就那么寸 这个时候夏忠明会去提审 也许是 错觉了 不可能 我总觉得夏忠明好像闻到什么味儿了 昨天的提审 就是冲我们来的 我今天再去找那个胡看守长了 他既然收了我们的钱 就该给我们办事 不能就这么算了 必须重新制定计划 不行 人家打开一个口袋 正等着我们往里钻呢 别一不留神 田田华没救出来 我们自己就暴露了 那可怎么办呢 只能想其他的办法 还有一件麻烦事 监狱那边传来消息 说是从今天开始 所有探监田田华的 都必须由夏忠明亲自批准 会不会夏忠明真的知道什么 不可能那么快 乔音就要生孩子了 万一下周明在孩子身上做文章 我怕 唐炳玉不在苏州博爱医院 那这里就有问题了 我敢肯定唐炳玉现在人在江北 你说说你的理由 我派人到唐炳玉的老家严城 去秘密调查了 干得好 看不出来你还是外粗内秀的人 是 结果有一个小发现 唐家兄弟五人 一半是国民党 另一半都在江北 全是共产党 全是国民党 所以我看了 没什么关系 我看了 好 匐家兄弟五女 我看了 你 你看了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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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匐家兄弟我看了 小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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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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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莹 你怎么样 我挺好的 我就是担心你 还有咱们孩子 让你受苦了 天皇 他不会来救我们吗 会的 一定会的 我们要相信组织 他们一定会想办法的 我看了一下 现在关在这里的 基本上都是穷苦出身的老百姓 有很多人都是蒙员入狱 我们要想办法发动群众 天皇 你想干什么 和他们做斗争 斗争到底 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老总 这是我老婆 你老婆 谁老婆也不行 这地方仅止叫头劲 带走 是 走 老总 这是我媳妇 快生孩子了 请你网开一面好不好 生孩子了 你知不知道这什么地方 你这夏处长的座上病 离死都不远了 生孩子 生一个小共产党 也得枪毙 长官 长官 您呀 消消气 消消气 她呀 新来的 不懂规矩 您别跟她一般见识 您呀 高抬贵手 高抬贵手 长官 您慢走啊 朋友啊 你在这儿得留点神 不过我看你老婆 没什么大问题 也就是怀疑营养不良 这样吧 我找人送点奶粉过去 不过这个 谢谢您 可是我没有钱 我进来的时候 都让他们搜干净了 明白明白 谁进来的时候 不都得搜楼干净了呀 你呀 让你家人 把钱送给我外面的朋友 我就找人把奶粉递过去 可是我在江云没亲戚 没亲戚 没亲戚你来干什么 你不会 真的是共产党吗 不是 我就是做生意的 进来的时候 他们把钱都给我搜干净了 你看我在这儿也不认识人 那你俩等死吧 没钱就等于没命 奶粉的事就当我们一说 兄弟 你看 能不能这样 我先给您记着账 等我出了狱 我一定想办法还给你 朋友 不是我为难你 这儿的规矩就是不能欠账 当时的事当时了 谁知道明天出去 你还能不能活着看见我呀 田电华 提醒 你让家人把钱送到电影院 对面的米店里 我就找人把奶粉送过去 这样 怎么样了 田先生 我给了你四十八小时的时间 想明白了吗 想明白什么 你不要跟我装糊涂 为什么抓你进来 你不会不清楚 说我通共通匪 你们要有证据 我们没说你通共通匪啊 你就是共 你就是匪 夏处长 咱们打交道也不是第一次了 上一次柱队长把我弄到的药材 征据队就是抓错了 上一次是让你蒙混过关了 这一次你跑不了 还有你怀孕的太太 你 你们要把她怎么样 我们没把她怎么样呢 只要你与我们合作 我保证他们母子平安 我的家里就有外科医生 对女人生孩子的事情 多少要紧些 我刚刚到监狱的火房去看过了 他们每天制作的 康夫加上玉米面的饼子 这连七码的营养都没有 别说一个孕妇了 就是一个正常人吃了 保证一个星期 让她营养不良 请你们放过我的女人和孩子 她们是无辜的 可以 但是你要告诉我 在江阴与你联络的药塞里的 地下党的名单 我马上就可以把你太太 接到附近的教会医院去住院 那里有最好的美国的护士 保证他们母子平安 当然 在办手续之前 我可以把这些奶粉 送到你太太的牢房去 不出三分钟 这些营养就会注入到你太太的胃里 被婴儿吸收 怎么样 奶粉和美国护士都是好东西 可是我真的不认识你说的要塞共产党 我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 可惜喽 这些优质的进口奶粉 多么细腻润滑呀 只会像尘土一样白白地浪费掉 把他带走 是 走 你浪费了一碗奶粉 我会让他开口说话的 可是你不觉得 利用女人和孩子来威胁犯人 实在是太残忍了吗 为了这些该死的共产党 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这些共党分子 打土豪分田地 把我们的家产全都分光了 我就是要报复这些共党 谁也阻止不了我 请 组台长 请 队员 好 司令 唐总台长大了 司令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吗 江边的空气好呗 你 糊涂 我怎么糊涂了 老四 咱们俩可是第一次在一个锅里吃饭 该迁就你的 我都会迁就你 但是 你不能做对不起我的事 司令 您的话真的是把我给说糊涂了 我问你 老五现在到底在哪儿 你是不是真的 放他过江偷奔共产党了 司令 是这事啊 我前几天正要向你汇报呢 这不 上海方向突然拉走了 咱们一个重炮营的装备 我得重新布置炮台的火力配系 我一忙就把老五的事给耽误了 你就告诉我 老五他人现在到底在哪儿 司令 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 过了年她要去上海看她的女朋友 回来的路上 路过苏州出了车祸 住进了医院 住院 对啊 不对 怎么不对了 为什么夏忠明派人到你说的那个博爱医院 没找到老五他人呢 司令 您刚才说什么医院 博爱医院呢 我明白了 不是我说错了 就是他们听错了 应该是薄熙医院 你确定 我确定 说你是个聪明人 怎么会干傻事呢 都是国防部那些人神经紧张 听着风就是雨 司令 我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啊 国防部向要塞要人不找司令 却直接找夏忠明 这不明摆着吗 一定是夏忠明背着司令 把要塞的事情向国防部汇报 不 他夏忠明到底想干什么 好 小杰 你回来了 你今天去趟苏州的薄熙医院 怎么了 还是老五的事 现在事情就越闹越大了 这样 唐炳玉同志送来消息 田天华夫妇被逼 这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如果不能及时营救 后果会非常严重 万一 要塞的地下党要是被破坏 不但其一的基础会被毁坏 家属和联络站也会十分危险 要全力营救田天华夫妇 同时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老唐 你看能不能这样 马上想办法联络 我们安插在中统的徐关苏同志 请他设法进入监狱 想办法阻止营救 好 快点 快点 回 你回轻一点 小废话 快点 快点 快 进去 找 秀明 徐冠苏 习冠 是 杭州 年龄 四十一 十一 教员 犯了什么事 没犯事啊 没犯事把你关起来 不是 长官 你听我解释 我真的是冤枉 我老婆得了重病 我把家里边祖传的两根金条 拿出去换医药费 非常实习倒卖金条 哎 有个办法能让你这三年在这儿待得舒服点 怎么样 真的 那谢谢长官 把你家里的金条 拿这儿来一根 长官 我现在真的是一平如洗 我什么都没有了 那你在这儿待着吧 好 厦长 我听戴司令说唐炳玉在苏州薄熙医院 你怎么看 你敢就说 我觉得不在 你说说你的理由 薄熙医院和博外医院 就真的那么容易说错吗 你给苏州薄熙医院 马上打个电话 到院长办公室 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现在就打 喂 喂 给我接一下苏州薄熙医院院长办公室 马院长吗 你好 我这里是江音药塞证工处 我想向你打听一下 有没有一个叫唐炳玉的军官 住进了你们医院 真的有吗 有生命危险吗 好 谢谢 谢谢 唐炳玉人真的在薄熙医院 二月十三号入的院 车祸正在治疗登陆 处长 你怎么看上去很失望啊 人找到的不好吗 至少我们可以向国防部交代了 那个老家伙也真是的 一天到晚神经兮兮的 弄了在家不得安生 处长 您 苏州薄熙医院 我们已经通知了三分区 由他们抽调精干人员 组成一个侦察派 由一名团职干部带领秘密过江 配合当地游击队 主要是在江英要塞的外围活动 一旦要塞发生问题 保护江英同志的生命安全 永远是第一位 是啊 他们战斗在敌人心脏 但是我们让他们始终觉得 党就在他们身边 不够 唐部长 进来吧 行 你先下班 是 坐下说 坐下说 坐 坐 坐 老五啊 老五啊 其实 我很想让你多住些时候 可是现在形势变化太快了 我军渡江的工作 已经迫在眉睫了 江英要塞那边 很需要你这员大将赶紧回去啊 我们和蒋介石已经很清楚 接下来就是长江一战 我们要渡过去 要缴了人家化江而至的好梦 人家怎么会干呢 所以老蒋早就在那排兵布阵了 当然我们也没闲着 其实在淮海战役结束之后 中央军委和淮海前线总前委的首长 就已经开始着手制定 渡江作战的军事部署 现在许多部队都已经停止休整 连夜向长江边激动 大战在即啊 所以你回去之后 就按照我们研究的 以地下党为中心组织这次起义 是 首长 但是回去告诉秉林同志 从现在开始一个党员也不要发展 这样做也是为你们的安全考虑 记住 你们的任务是 保障渡江部队顺利安全登陆 巩固登陆场 战役一旦打响 江英是我们渡江部队主要方向和地点 这是战略性 不是战术 江英要塞一旦被我们所掌握 我军用不了六个小时 就可以抵达金户重镇无锡 掐断国民党金户联系的铁路线 那样一来 他不但南京 上海南保 就是他的江防守备也会加速崩溃 可是 可是一旦你们起义不成 我军渡江受阻 造成重大伤亡不说 很有可能给蒋军留下反扑的机会 甚至影响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请首长放心 我二哥所说的第二种情况 绝对不会出现 好 坐 所以 你们的行动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提醒你们一点 要塞一开炮就不得了 也就是说炮台是关键 一定要牢牢掌握 这个任务一定要完成 另外 采纳你们的意见 我们已经通知巴吕 不再向敌人二十一军 在八围港的前头部队进攻 进攻 你们说得很对 他们开炮 二十一军肯定要求炮火支援 你们开炮 就打到了我军阵地上 不开炮 就暴露了你们的身份 现在 一切为了保证江英起义这个大局 是 一切确保江英起义 我们就舍了性命 以后将炮台牢牢掌握在手里 老妩 坐下 首长可不想让你们牺牲性命 他已经命令三分区派一个侦察白过江去 随时准备支援和保护你们 另外 为了增加起义的保险系数 在你来江北的同时 华中工委已经派顾乃香过江 去做戴永香的工作 首长 做戴永香的工作 这太危险了吧 这是一步险棋 但是如果能走通的话 也是一步好棋 可是 你们不知道 戴永香这个人 我知道 但是 这个同志坚持要去 我仔细想过了 他过去也有一个好处 现在才去策反他 敌人可能会认为 他们身边没有共产党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也是起到了掩护你们的目的 香烟 买香烟了 打鸡蛋 五香开鸡蛋 香烟 谁买香烟 市长 苏州到了 但是薄熙医院不熟 总参谋 薄熙医院你知道吗 不太清楚 是 看我们这行的 要多学点东西 前面路口向左 建筑路口再向右 执行一公里就到了 是 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就是一开船的 运回点粮食回去慢 在江边被抓了 运粮食也犯罚 谁说不是 他们说我什么走私啊 哄抬物价 真不讲理 遗传的粮食 全被他们抢光了 这帮混蛋 这样的政府 总完蛋完蛋 没错 这些人看起来是警察 其实就是披着人 哥俩聊什么呢 我说你们这些人 是有什么的 也有什么 哪有什么 人 帮我 都不讲理 我 是 什么 你 связarm 你寻te 安全 对不起 你找错人了 朋友 别跟他谈商议 奸商一个一毛不拔 刚来的吧 缺点什么跟我说